有一種小型的無人機啊 現在有些人喜歡玩或空拍的 這種也不准進口 所以老美現在對中國的科技戰的圍堵也很兇 而且另外一個圍堵的攻防就是富士康 川普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會點名富士康 也有他戰略的攻防 張老師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總統叫林肯 林肯講過一句話 他說人可以欺騙所有人於一時 也可以欺騙部分人於永遠 可是沒有辦法欺騙所有人於永遠 我認為富士康在美國的投資案 會不會到最後始終不能兌現 成為川普下手報復的對象 我認為這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你看習近平領導一個這麼大的中國 都被川普報復了 我們郭董他的帝國無論如何 不會比習近平的中國更大 而且就在選舉日川普就把富士康拿出來點名 那其實2017年那時候 川普跟郭台銘、郭董在那邊開工破土的時候 川普說這個地方是世界上第八大奇蹟 這個富士康要承諾投資100億美元 人數最多要僱用13000人 然後威斯康辛州也投入了30億美元的各種優惠的措施 希望富士康來設廠 結果到了2018年 這個基本上還是有800英亩的地是空在那邊的 所以原來的那個州長落選了 這個現在換了一個新的州長了 代表當地的民意已經是有意見了 那麼2019年3月 這個時候孔海宣布 2020年這個威州的廠在這個第四季的時候要投產 現在已經是2020年第一季了 我們看這個今年第四季有沒有辦法飛快的投產 我認為對美國人來講 特別是對川普來講 他是不是有這種耐心 長期的容忍 長期的接受他的政敵 將來會對他的挑戰 就是他號稱的這些投資案都是拔拉票 我個人對他的脾氣是沒有信心的 等等會不會他這個時間點 接受美國專訪的時候也提醒一下郭董 台灣選舉告一段落了 那威士康星州的事情要好好處理 會不會他也是在公開對全世界對郭董提醒提醒 我認為可能性非常高 尤其是1月15號 就是跟中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定要簽訂的時候 他一定要讓中國知道說 美國對你是不是旅行協議是非常認真的 那我對中國是不是旅行協議當然非常認真 我一定要有個榜樣給你看 那這個榜樣有可能就是在中國有很大投資的郭董 如果郭董可以隨便的不旅行跟川普的協議的話 那中國幹嘛會害怕川普 所以我認為這個講說 這個給中國做一個模範 這個誰是下一個川普會拿出來的 我想不問可知 而且這對當地的選民也必須要有交代啊 因為今年除了川普自己要選之外 也是美國的眾議員選舉 也是其中選舉 這個地方如果長期拔蠟票 我個人認為這個對川普來講 是對共和黨來講都是很不利 所以這個情況之下就是說 這個台灣的理論上來講 在中美貿易戰之中 照理說應該是得利的一方 受益的一方 但是呢如果有人自己要跳到這個受害的一方 這個我想恐怕也是很難以避免 尤其是現在貿易戰 這個到時候如果中國讓步的幅度不多 那麼川普因為他已經講了很久了 有可能先行同意 但是之後呢還會有後續的做法 譬如加稅 要不然就是用其他的方法 讓中國必須要履行協議 或者是進行第二階段談判 那麼誰會成為他的對象呢 我想這個就不問可知了 好我們稍後再回來